6月1号晚上 一辆白色兰博基尼跑车 从G1523永管高速温陵北收费站上高速 往宁波方向行驶 车子行驶了4公里左右 突然失控 刮擦了高速公路中央护栏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刚才雨太大了 然后大概在80%左右的情况 然后海温龙就失控了 这辆车是翁先生前几天 花了100多万买的二手车 目前还没有过互到自己名下 车子也只交了交墙险 并没有投保商业险 而修理费要几十万 翁先生要自行承担 因为那个本地大部分保险公司不受保 那就没保 对 那你知道这个车损失大概多少 2030万吧 2030万了 2030万都要自己逃 人没事就是 要不要把黄金眼综合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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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